大家都知道 今時今日騙徒的手法真是層出不窮 觀眾鄧先生最近就收到一個古怪的電話 鄧先生之後陸續收到十幾個不同號碼的內電 他懷疑都是這間電訊公司職員 迫於無奈聽了其中兩次 對方就這麼說 為何會扣我那個錢呢 剛好鄧先生的太太正正是用這間攝氏的電訊公司 就在第二天收到這個短訊 近日發研究端圖是無CMHK職員致列 而清客戶組織預定手機即是會自動購費 如需要取消訂單 要提供銀行戶口資料 他的目的就等於中途的短訊案 我們去上攝氏電訊公司一直未有回覆 但撥打他們的查詢熱線 已經有電話錄音提醒用戶 中國移動香港特此聲明 無論任何情況下都不會自見要求 客戶提供銀行戶口資料 包括帳戶及密碼 所以在騙徒無處不在的時刻 大家真的要提高警覺 千萬不要把個人資料隨便給別人